为了推广消费者对于国产杂粮的认识跟了解 推动农产品多元化、高品质的健康诉求 这几年农委会农粮署辅导农民 以休耕农地跟水稻田转做杂粮 研发创新杂粮加工品 展现了台湾农业的活力跟生命力 2019年12月7号下午 农粮署委托中华民国农会 举办国产杂粮的行销推广 这场与粮同行野餐去的活动 一开始就邀请小朋友组成的杂粮军团来打开序幕 现在要来杂粮甜点米、花生、食用玉米、甘薯、鲜料玉米、毛豆、红豆、高粮、小麦、大豆 这一个野餐去的一个活动 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推广我们国产杂粮 那国产杂粮因为它基本上是品质好 然后安全尤其今天展示的都具有产销履历的标章 农粮署表示 今年的与粮同行野餐去活动 受到很多民众的欢迎 250组的名额一下子就额满了 除了野餐活动之外 农粮署还安排丰富有趣的节目 现场还有杂粮面包、香农豆奶、调味花生 跟爆卖香等十几个摊位 连野餐店都免费提供 让民众可以一边野餐 一边品尝健康美味的国产杂粮 度过一个轻松悠闲快乐的周末假期 那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野餐去 我觉得蛮好玩 那小朋友也可以在这边放松的跟朋友一起玩 那我去年有参加 那去年是就是兴趣啊 就是好玩这样子 让孩子我做我喜欢做的事 然后他们就在里面享受看他们的书 蒜头跟那个白饭是我们吃同乡的特产 那我们想说要帮农民增加蒜头跟米的销售量 所以我们把蒜头做成蒜酥 然后跟米饭结合 中华民国农会表示 为了提升台湾在地农产品的销售量 降低对于进口杂粮的依赖 农粮署每年都会举办这样的活动 希望支持本土农业 配合农粮署跟各级政府部门的力量 全力辅导农民种植杂粮 行销优质又多元化的杂粮产品 从各方面提高农民的收入 记者陈文旭 小友金台中报道